全油管最快新闻,湖南长沙中南大学乡雅三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孟杰因被9名医务人员实名举报而卷入舆情风波。 举报信指控孟杰放任无手术操作资质的学生进行支气管径检查导致患者死亡,孟杰还被指控伪造医疗文书。 举报信还揭露了孟杰存在多项问题,包括绩效分配暗箱操作、撕射小金库、打压同事等。 湘雅三医院回应称正在核实相关情况。 孟杰是一名教授、主任医师,从事呼吸系统疾病工作多年。 该举报信的真实性尚待核实,湘雅三医院尚未公布调查结果。 订阅新闻及速递,最先知小天下事。